我们来去看一下点选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里面 它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是分析 请问我是不是分析就是漏针 我刚刚那个叫做出生天数分类 不对 我应该不是这一个 我应该是漏针漏打疫苗 对不起 请把漏打疫苗打勾 这个先拿掉 应该是漏打疫苗 漏打疫苗 我的漏打疫苗就是说 我把它区分成一岁内 漏打 对这是漏打疫苗 这是指说 它要是一岁 它如果出生天数 它分类是在一岁 可是它有漏针 我们就算一岁漏打 好 所以对 所以请把分析 分析放的是这个漏打疫苗 漏打疫苗 可以了解 我想要去分类说 两个月内漏打 或者是六个月内漏打 还是两岁三个月内漏打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这里面比较多的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要分析的 你等一下就可以分析 是一岁漏打的 还是六岁漏打的 还是 那对不起 请把这个漏打疫苗 漏打疫苗 漏打疫苗 因为刚刚是两岁三个月 因为我已经出生分类 里面已经没有五岁了 我是两岁三个月 所以请把漏打疫苗 改一下两岁三个月 好不好 我刚刚应该是叫两岁三个月吧 两岁三个月 对吗 我是说刚刚这个出生天数分类 我是叫两岁三个月 没错 能不能把那个五岁 这个漏打疫苗里面 只要你看到那个五岁 单纯这个五岁 请把它改成两岁三个月 因为我想看两岁三个月漏打 真的行为模式 因为本来定义那个五岁 已经被我修改掉了 因为五岁一个小朋友都没有 所以这个漏打疫苗 请把这个出生天数分类本来是不是五岁 请把它改成两岁三个月 所以有两个哦 好 我现在我们要来做的是 就是请把这个关键影响因素改成 不好意思要请你先拿掉 再重新打勾 我们刚刚的出生天数分类 我们有六岁三个月 一岁未满一岁其他就这五个 所以这边这边我们要去修改 一岁出生天数分类是两岁三个月 出生天数是两岁三个月 好我们先看这个一岁漏打好了 一岁漏打 就是请你把这边切换到一岁漏打 那接下来说明依据 说明依据 麻烦请勾 请勾一下这个母亲姓名不详 他就会放到说明依据 然后性别也请打勾 他也会放到说明依据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指说 一岁漏打 女生多于男生 然后女生的比例 女生的那个倍数 就是因为我们是事后减定 所以我们看的是 OR OR 所以这个OR变成 变成就是这个发生率 好是女生是男生的1.4 后面这是X1.4倍 就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 还有这么多漏针里面 漏哪一针 是不是也很重要 假设漏的是漏的 就是我是想 我的出发点是 我想要知道 有些漏针其实是不需要追的 因为它在国外可能就已经打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漏针是跳来跳去的 还是就是会固定的漏哪一针 之类的 我的意思说 这个小朋友 假设第三针第七针漏掉 这应该是不用追踪 因为它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打过了 可是如果是连续的漏针 那原因会是什么 也是需要来去思考一下 反正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就对了 这都是行为模式 可以吗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